你说我练打我啪啪啪很快 是不是练打就要啪啪啪很快啊 是不是 可是你中间怎么办呢 中间你的目标如果变到这个地方呢 你本来的很快是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是不是这样子 那如果中间加出来或者别人变到这个地方呢 没办法 是不是 那中间每个地方都可能发生意外啊 这样不懂 我们不管是打人还是防防御 我的手伸出去跟收回来 伸出去如果说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收回来是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那你说我每次打啪啪啪啪啪 我就是这个我就是这个我练的越快越好越有力越好 行啊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地方发发发生发生状状状况呢 这里发生状况的时候你怎么办 你没有办法因为你的假设是在那里 你这边你看他各自an啊 你这边是空空的 你这边跟你的连贯 要不懂你这边跟你的连贯 跟你的身体的力量 它没有一个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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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所以那个拳团的那个质 对啊 有点仔细 知道吗 所以别人就说软软腰 软腰 这比下去那个腰软软软软软掉了 晓得吗 练拳也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要慢 慢是很难的 慢是很难的 开始练太极拳 练太极拳你们就会小 你说你慢到慢到一个你 你适应的程度 你说很很很简单啊 因为我们快要快到一个超越我们 惯性的快也也很难 慢要慢到一个你的惯性的慢 超越惯性更难 所以一趟拳 比方讲我们这个 一百零八四的 一百一十一四的 有人说打二二十分钟 有人说打三三十分钟 有人说打一个小小小小小小时 问题问题不在于问题不在于你打时间的长短 你说我这一趟拳我五分钟打打完行行行不行也可以 问题不在那边问题在你五分钟或者一个半小小小时打完 你中间有没有持续性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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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持续性的连 怪是什么 就是全情讲的一动无有无动 一动无有无动 一动无有 请问那个无有是什么 你的身体能分出多少个无无有 全部都是 你身体所有可动的地方都是那个无无无有 所以你一动你身体所有在这个招式里面移动所有可动的都在动 他才可 他才合合格 知道吗 这个叫做移动无有无动 那么单放掌也就不能说是单超手 因为他 当然不是啊 他一直在动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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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我懂 哦 所以他在变化当中他看起来一样 可是他都不是一样的东东东东西 也就是说当我的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架子 跟我的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已经不是一个东东东西了 跟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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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架构都变了 力量也变了 在这边 你在走在这边 在这边 你看 双变了 力量变了 架构变了 所以你在移动当中 八卦圈你在移动当当中 虽然我们维持到那个 维持到那个 架构力 可是那个架构都在渐渐变 知道吗 也就是说你们想那个太太太太太极图 大家画一个太极图 都是一样的画画 这边画一个圆 这边画一个圆周 然后这边大到这边小 然后这边 里面一个小圈 那边里面一个小小圈 好 这个是太太太太太太极图 是吗 可是 请问你 这个状态的太太太图 它能维持多 多久 我问你吗 所以有人说一个钟坏掉了一天 他起码准两次 是不是 就是你 比方讲你一点一分零一秒 这个状态 只维持一秒 同样的哦 太极图那个图 我们都是这样画 是不是 我们都是这样画 这个状态 它能维持多久 所以这是不是太极图 本来的状状状状状态呢 不是啊 上礼拜六 你要了 了解吗 还可以 它是在动的 它是阴阳相推的 它是阴阳一直在变化的 一直在变化 阴阳两个一直在变化 你多一点 我少 我少一点 你少一点 我多 多一点 这种状态一直在变化 所以它没有定型 它的每一个 地方 每一个动态的地方 都是一个新的形态 可是又是圆又是圆圆圆圆 圆圆来的 那么懂 这就是慢呢 练慢就是要去练练这个 啊 所以你练了练练了八卦这些基本功以后 为什么你才练太极拳 你才能懂 懂的 因为你练八卦拳这些东西 你把你能够把每一个关节都鬆开 每一个可动关节 你都可以动 你才知道那个移动无有不动有多难 你说我只有手跟腿可以动 那我移动无有不动啊 我的腿动手动啊 我的移动无有不动啊 因为你只有四个 嗯 那么多 啊 所以慢练一个门派 啊 哪些东西他如果强调慢练 你就要去注意了 你就要去注意了 他要练什么 他在这个慢当中要练什么 他说要快练 快练也可以也没错也应该要快练 那快练在练什么 到底听一点 所以快跟慢 快跟慢 都要练 但是 我们常讲嘛 你能够练得越慢 你才能练得越 越 越快 我现在练爵爵士鼓就就有这个情况啊 去打打打啊 你能够打 那个 八八八十分之一 打打打打的那个拍拍子乱乱了 老师会跟你讲什么 放放慢 放慢 啊 你打到四十分之一 啊 四十分之一 你可以 哎 协调上了 可以很轻松了 再加 加 加多少 我不是告诉你们吗 有那个那本书 钢琴大师 他们 什么 刻意练习 才是什么 有一个大师 他是大师啊 这个谱如果速度是八十分之一秒 啊 不是 八 八十分之一 对 他从四十分之一开开开始练 然后练到顺了 他每次加多少 每次加一秒 每次加一秒 所以你想想看 他从他能够分辨 四十分之一 跟 跟四十一分之一的差别在哪 我们是听听不出来的 我们是听不出来的 所以我学钢琴跟那个果长说老师 这个谱为什么这样写呢 常常写个 那个速度是七十八 跟八十就差二嘛 为什么不写八八十呢 或者写个七十二 七十二跟七十才差二啊 为什么不写七十就算了 要七十二 对他们来讲真的有差 对我们来讲江江旧旧吧 差二嘛 很少嘛 不是的 人家连差一都 都很清楚 所以当他从四十分之一 四十一分之一 四十二分之一 一直到八十分之一的时候 你想想看 他到八十分之一会很难 难吗 他那个块就自然形成了吗 所以他的块是从慢性 自然形成的那个块 而不是强迫的块 看不懂 所以我们也常讲越松越快 很多人也也也不了解 为什么越松越快 为什么越松越快 第一个你熟练了 你才会松嘛 任何东西你熟练了 你才会松 你不熟练 你一定不一定不会松嘛 是不是 第二个你松的时候 你的动作当中 那个你自己给自己制造的 那个阻力才变小 有紧张产生的那个阻碍 才会变小 好像他们练游泳的 或者很多一个一个动作 每天去就是 啪啪啪啪啪 一个动作练 半小时 一小时 一个 一个多小时 在在干嘛 就把那些东西本来是不自然的 他觉得要去想才去做的 或者或者会紧张去刻意去做的东西 把他变成一个轻松做的 把他变成一个轻轻松做的 那我常说人家练那些的 练跳跳舞的 是不是 一个步子 一堂课就是一个步子 他们练体育的 是不是 两个小时下来就练了一个动作 人家跳舞的也是 是不是 对 一天下来就练了一个动作 那废话吧 人家当然练的练得比我们好 好吗 那么懂 这是差别 这是专业跟业余的差别 他们就是把它练成 练成想都不要想的出来的一个动作 好 好 好